Lio聊事介意 天天有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伯伯仁對上陰佳人 這場比賽是 神愛血的阿拉伯蒂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8點鐘方向的伯伯仁 伯伯仁特色移動速度 春迷非常快 馬舟單位有9折扣 地方時代則是有8折 後期很適合打一堆落馬戰術 伯伯仁的馬舟單位有折扣的關係 所以他的落馬折扣也是非常多的 後期駱駝也是非常可怕 還可以自動回血 帝王時代的駱駝工兵 也是非常多人的惡夢 有人說伯伯的落狗一成型 就解不了 很多情況確實是如此 伯伯仁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 跟工兵路線 工兵路線沒有強弩 只有三級射、三級防 三毛兵路線比較適合 還有馬攻路線、火槍 他步兵路線只有重張長槍兵 但是要打劍勇的話 他卻是也能打的文明 生旅科技也算是蠻OK的 有救贖思想 但是缺點是沒有印刷技術 所以前期只能稍微遭響 沒有神聖思想的關係 所以對上頭的測試 可能會亦發被對方反殺 這一點如果要用波波人 玩分屢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那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是明確實 大約出生點位 兩點重方向 那他選的文明是應家人 應家人的單位 是擁有食物消耗的減免 而且他的強弩呢 是擁有拇指環的 他的投擲手也可以獲得拇指環的效果 那應家人單位 比較適合打 吃肉單位 因為食物消耗減免很多 不管是要打 劍勇、昌兵、老鷹、戰矛 都是很適合的 所以應家人很高的機率 這把比賽 封劍時代也是打槍矛 加奴兵 之類的做法 會比較有勝率一點 那老鷹部分的話 他擁有遠防最高的老鷹文明 15盾 遠防可以高達10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應家的黃金在左邊 那這裡有一塊黃金 兩塊黃金都在左邊還不錯 右邊有一塊 黃金的分布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這邊這個位子 真的比較難守一點 石頭部分不太好去挖掘 那後方資源也有兩塊石頭 可能還行 我覺得問題不大 而且果子也是 整體來說 前期對應家人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開局模式 那接下來看一下 薄薄這邊 薄薄這邊是兩塊黃金 也在這個地區 右邊的話 黃金正面 感覺不是那麼的好 既然黃金位置 希望還是會在後方 不然就要圍出去一點 才會比較好去做防守 右邊的位置 要圍到底也比較困難 所以還是有可能會選擇一個小圍就好 黃金可能要插一個劍塔 才能比較好好的防守 光是要直接放棄主金 過來這邊去挖附金 會比較好 好 應家這邊是拉了兩隻棒棒過來 OK 走了一個極限棒棒開 我感覺明確實很喜歡棒棒開局 然後開始轉經濟流打法 二棒棒 然後能抽職成就抽職成的策略 好 這邊想要卡木牆 讓對方不能蓋 確實有做到點效果 應家人這時候點下了 十步技術 二十二匹點封劍 二棒棒 之後展出了三棒棒 再按了一隻棒棒 那應家人打棒棒開局 也有食物的消耗減免 而且待會點劍兵勇士的話 點這個裝甲步兵 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哇這個按了棒棒太多了吧 怎麼按到四隻去了 要確定耶 那這邊伯伯人士走肉馬開 哦 那難道是因為看到對方開馬就的關係 所以決定要走棒棒轉裝甲嗎 那確實是因為這樣子喔 因為棒棒如果這邊轉裝甲 你的壓力會非常大喔 但是他這裡沒有要轉裝甲 這邊肉馬這個單位數量通常要很多才行 才可以打得贏裝甲步兵 好這裡果然是要轉裝甲 這裡肉馬已經溜過來了 但是裝甲步兵衝過來 直接控住了果子 開始對著果子 瘋狂輸出 下方這個墓區跟果子區都有槍兵駐守 不過呢 暫時沒有拿到各種點頭 所以現在應家人的裝甲步兵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但是攻兵過來裝甲就拉走喔 這邊肉馬要打算直接手撕這個模仿 我看也是撕不掉 四隻裝甲 後面可以轉弓兵 點了一擊射 那現在這個打法 也是應家人比較前期強勢的 正面部隊喔 不能說是打法 只能說他前期這樣的部隊是很扎實的 沒錯 正面基本上不太會輸 對方不可能是要轉槍兵或是肉馬 都會打不贏這個部隊 所謂對方會轉這個裝甲步兵 但如果轉裝甲步兵的話 硬家人也有弓箭手 這也不怕 這也不可能真的要打贏這些部隊的話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轉大量的弓兵 跟肉馬 或是點下品種 直接正面跟對方應換 會比較好 好 這裡打算嘗試進去 在這裡防守有點危險 這一團部隊並沒有打算回家 往前繼續給對手壓力 好 這裡選擇要退手 這一團部隊有點小心 弓箭手要保留起來 哇 你剛剛講完就變點雕一隻了 好 這一團部隊要回來了 再看一下前面的交換 撤離一波 弓箭手上去 直接點掉一隻 好 但是 明確實也被換掉了一隻了 別懷疑 他們在後 過馬過來 先解掉這隻槍兵才行 最後槍兵還是戳到了一槍 裝甲步兵直接正面砍 但是後方的弓兵不夠 明確實瞬間把對手的弓兵全部收掉 正面的弓兵全死 好 這邊裝甲步兵直接正面應戰 弓箭手再把後面的小弓給點掉 正面部隊又打不贏了 完蛋 剛說完 印加這個打法是正面硬尻最強的陣型 因為裝甲步兵比老鷹更能打正面 老鷹正面遠防高 但是近防低 但傷害值 封建時代還是裝甲步兵比較厲害 6點傷害跟4點傷害的差別還是差蠻多的 老鷹只有4點傷害而已 沒有想到印加這一波點的步兵鎧甲 卻是打出了自己的步兵裝甲的身價 接下來看到伯伯人 這裡是城堡時代的點下 印加人也是點下的城堡時代 兩邊時代升級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但是村民術有被打出差距來了 36對41 來印加這邊TCDelay 不是Delay TCIDOL 還更多一些 直接到箭塔底下 想要擋住 挖金礦的全力 但是這裡應該有點危險 再繼續打下去可能會出事 現在還是直接拉走 OK 我覺得他的判斷相當正確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想用裝甲直接手撕亮望塔 但是很有可能會被毛兵 把這頭兵給全部收掉 因為裝甲血量本身也不多 工兵單位要是全部被收掉這一坨 待會會很難打 所以他的回家是正確的 就是奴賓一被換光 他城堡時代就將沒有自己的節奏 沒有節奏的工兵打起來就會很被動 很被動的話就會被罪皇帶滾雪球 好 奴賓二級射 跟剛剛這一坨的工兵會合 來到了十隻數量 這樣子印加人就不會喪失自己的主動權 伯伯人上去城堡時代 並沒有轉出戰毛病的升級 數量有7隻 但是轉出標槍騎兵 標槍騎兵的優點 就是一升到城堡時代 不需要任何研發就可以生產了 戰毛兵還需要一個投資戰毛的科技成本 才有戰毛兵可以用 但是伯伯人 直接省了一個戰毛科技 這算是伯伯人的城堡時代的一大buff 我覺得這是很多玩家並不會看到的一個小細節 省一個戰毛科技其實可以省很多 而且這個標槍騎兵移動速度都快 血量比戰毛還要多 當然成本也是啦 繞圍多了一些 但血量多實體血又可以吃到品種 各人認為標槍騎兵的價格 是非常值得出的一個戰毛兵單位 好 這裡直接疊了三片田 這疊的蠻舒服的 直接占了180目 好 後方這邊是為死的狀況 所以暫時沒有辦法塗入進去 我不能點下兵種 標槍騎兵的騎兵來到70滴血 好 麻煩 而且遠方很高 一樣是4點 好 但是傷害值跟戰毛並一樣 是基礎3點的傷害 但是他可以升到精銳版本 攻擊可以到4加4 8點傷害跟帝王戰毛的傷害值 一樣 好 這邊衝進來了 這頭弓兵 完蛋了 標槍騎兵 要繼續按 好 這裡有一些村民到右邊偷偷開TC 新加人TC早就已經開好 好 這邊攻兵又有高地 但這邊就是劍塔 標槍騎兵隨時都可以打得贏 這裡又出爛一個繞背 回頭跟戰毛碎劈 高地攻兵 打不動 真的打不動 這頭弓兵 應該只能換一些毛病就結束了 哇 這個標槍騎兵血量 基本上沒什麼在掉的感覺啊 70滴血的血量實在是太扎實了 標槍騎兵 OP 好 硬加人的工兵 暫時被壓制住了 可能這裡要轉個 帶毛病反制 或者是轉老鷹 會比較好 如果轉生旅的話 雖然也可以招翔標槍騎兵 但是招翔到的單位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划算 而且標槍騎兵的射程本來就有6點 招翔的射程是9點的 生旅被走過3步 還是很容易被標槍騎兵 一瞬間集火帶走 所以硬加人這邊是轉生旅 應該是要拿來減生物 並不是要來反制標槍騎兵所用的單位 招翔只是附贈的 減生物才是真的 直接一發一隻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情況 走過去A就完事了 右邊這隻 老鷹 開錯 老鷹的攻擊力的增傷 效果其實蠻複雜 可以看到他對攻城加3點傷害 對近戰有這個7點 就是原本7點傷害 對森林是8點而外增傷 起兵加2點 所以鷹刺 打這個標槍起兵的時候 是會多2點的傷害值 現在升到英勇士變成3點了 現在老鷹再加2攻 所以我覺得老鷹打標槍還是比較適合 封兵路線 稍微不能太能打 結果又要上去直接硬打了嗎 一發一個 招翔路線 真的不太行 就算被招了 也不是那麼心痛 反正確實就是木格肉而已 也不是黃金兵 哇 標槍起兵 Counter對方的魔兵 又有Counter對方的僧侶 一度麻煩的單位 但是 硬家也擁有更麻煩的單位 老鷹 老鷹這個單位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是很複雜 好 現在大規模遷徙 硬家人想要來蓋城堡 但標槍起兵好像看到 好 看到僧侶敢招翔 你敢招 我就敢往前去追你的僧侶 標槍起兵移動速度之快 直接又頂掉 回頭再丟掉一隻奴兵 第二隻倒下 第三隻又倒下 結果硬家人出去的說明 只能回頭 跟自己的主力部隊死的有點快 好 但騎士這裡共闖出了一些老鷹的傷害 但是標槍起兵必須讓武槍開始變手的關係 對抗對方的工兵效果開始變差 現在波波人這裡還沒點下二級馬海 騎士被工兵射 還是被刺到頭部洗流 兩隻殘血的騎士趕快讓回家 三女按一下補個血吧 但是現在沒有黃金 好 硬家人突然覺得自己又行了 又再次拉出大量的 吹餅 打前襲之術啊 好 硬家人這裡補下槍兵升級 一攻一點下 好 走槍兵跟工兵的話 就會很害怕 標槍起兵 但是還好 現在 波波人經濟並不是那麼的好 現在雙TC開農 看硬家這邊給城堡壓力 整個城堡能蓋起來很關鍵 標槍起兵在後方沒有機會可以攻擊奴兵 結果回頭被老英直接抓到 哇 血量掉的有點快喔 好 整個城堡這款是蓋好了 好 下面的黃金位子 也補了一根城堡 這台騎士出量只有七隻 欸這裡要開打囉 這裡好像沒有空好 硬家人怎麼直接A到人家臉上呢 工兵第一時間直接被擊火 剩下草量的一兩隻的工兵了 這一波是有點難打贏喔 我覺得 但是 欸怎麼好像打贏了 這就是硬家之力嗎 好 打贏了 那城堡蓋好 好這些單位應該難逃意思 這個應該逃得掉 走斜的 好 最後兩邊都是兩敗巨傷 如果 魔物人的騎士 在這一戰之後 送掉了一點多 現在要出去騷擾有點困難 現在3TC開農上去的硬家人 也已經升到了帝王時代 這就是硬家的 省肉之力阿 升級速度好快阿 好 可以拿一下 殘血的騎士 這個血量補齊 好 後方的老鷹 看到這一座兵力 配標槍 這樣子 硬家又蓋了一根寶 哇 這兩根寶給的壓力很大 這邊才能待會出來的兵力 就只能從左邊這邊繞出來 跟右邊這裡出來 防守就只要守左右兩邊就行了 好 但是現在這裡 騎士出來的關係 現在還是要先守一下家裡附近的高地 這一波上去老鷹會輸喔 這裡應該不應該打的 露鷹冰出來 先點 點掉僧侶 哇 露鷹冰高達地有點痛 這一波看起來老鷹應該是打不贏 好 最後還是波波拿下這一波的正面交鋒 畢竟高達低的優勢太大 好 露鷹冰開始量產 現在硬家人最不喜歡看到 露鷹冰成形 才會可能要考慮轉植物盾 有植物盾的話 老鷹可以繼續打 甚至一直A上去 可能就可以打得贏 但現在是到地獄時代 最重要的還是要趕快出巨頭 拆對方的城堡 打到對方沒城堡 就意味著也沒有露鷹冰喔 所以這算是一個根本 除掉對方駱駝冰的方法 好 這邊城堡也蓋起來 只有黃金不能挖 好 駱駝冰走進來了 硬家這一坨 解決不了 大力沒有兵 靈瑞勇士剛升級好 遠方來到了4加2 但三級的步兵鎧甲 還沒有辦法點 資源還沒有好到 可以點三級步兵甲 簡單 後面提示要開蓋 4提示一直補齊了 但是這裡農田 還是會有大量的抽屜 需要找到 撤離 撤離的話 可能就會被射爆 駱駝冰壓力很大 其實在後面一直繞 不然而是這波打得很漂亮 但是後方的城堡 開始被攻城了 不然而是這邊帝王時代 還很難點 現在是城堡打帝王 駱駝冰直接被老鷹追爛 沒有辦法 老鷹這邊是遠防6點 駱駝冰只有7加2 我們打得出3D 後面騎士扛住了大量 駱駝的衝鋒 但是後方駱駝冰有點難 這裡想要出去 但是硬家表示 你有經過的同意嗎 誰轉你出去了 把這個洞可以堵死 堵死之後 但是自己的兵力在後方 沒想到這裡還有一個洞 吐了 這是吐了 好 這後邊伯伯仁 再次發動進攻 既然我生不到城堡 帝王時代 那我就跟你城堡打到底 但是現在家裡 伯伯仁家 也是遇到了大量勞鷹的飛 哇 沒知道 他並不是家裡守不住 而是先派了一堆勞鷹去進攻家裡 NO 城堡打帝王 現在 硬家人經濟還是領先 巨星投司機的工程 快要拿下這根城堡 加上這根城堡 暫時沒有辦法 上面這個巨星投司機 應該是被騎士給騎掉了 好 16隻騎士 這條其實還是蠻龐大的 硬家人都可以撿下3級的護兵台甲 巨星投司機往前 強隊長過來防守 第一時間開始攻擊 騎士 騎士這邊努力上高地 上高地都開始進攻擊 攻擊 拆完就跑 再繼續偷襲 說明拿下 兩根城堡 還可以再帶車一陣子 好現在 硬家人可以再考慮 繼續把自己的 臂力往前補 補在這個位置 必可能防守住 繼續偷襲 撞到巨頭 老鷹 騎士就往前 老鷹要防守 應該是走住 巨頭又再次被守之 直接在城堡下方開打 撞掉了大量老鷹 這波騎士傷害打得非常好啊 左邊這裡大量老鷹直接溜進來 PC跟城堡的村民 人滿為患 8個 5個 這裡左邊有30幾隻的村民了 好如果繼續用騎士 努力擋老鷹 效果一直都很不錯 二攻二防騎士 現在後方 又有一坨騎士抓到 帶TG的村民 趕快收村 瞬間打倒了 三隻騎士 第四隻也要一身倒下了嗎 走不掉 他還是被射死 但右邊這裡也有騎士 哇 不過這邊多先進喔 撈撈得有點麻煩 家人被抓掉了幾隻村民 但是問題不大 自己還是有時代上的優勢 繼續巨頭 拆除 上方有個大波動 哇這個波動 直接抓掉了對方的所有的僧侶 不是僧侶 是老鷹 這個老鷹 繼續出 我覺得還是比較好 我覺得沒有必要轉兵了 我覺得問題應該是出在攻擊力身上 攻擊力把三攻點起來 大量老鷹也是能打得贏其次的 好 看硬家人的攻擊力 趕快找到機會點一下才行 那 繼續攻擊 繼續攻城 好 好 提示 這邊 再一次上前 想要直接抓巨頭 但是槍兵走在後面 第二坨攻兵 如果攻兵加上騎士上前 這一波可能會開打 但是先抽掉前面的老鷹 老鷹抽掉之後 去後期還是被摸到 後方的城堡 還差一踢 就可以拿下 最後一個石頭飛過來 但是沒有石頭可以修好 城堡直接被砸爛 哇 硬家人 這一波 又虧了 但是柏柏人更虧的感覺 其次一直被槍兵戳 八條槍隊長老鷹打 好 後方又一個多線 老鷹這一波 全部都在前線 大力只能用森呂稍微防守 八條是臨死之前 有招搶到 可以直接拉村過來打架 跟其次過來趕快勸架一下 不要再打了 這裡不是練武士 後方的城堡 又補了一個新的 自行投資機 一直久攻不下 但最後這個城堡還是被拿下了 好 城堡被拿下 現在左側沒有城堡的防守 這裡大量的村民可能會遭受到 大量的老鷹突襲 左邊可能要放一堆騎士防守才行 對面的巨頭司機又架了起來 現在巨頭越來越多 柏柏人點下了三攻 攻擊力終於提升上去了 好 但是這裡已經不打老鷹了 還是轉槍隊長 單攻槍隊長的傷害非常可怕 而且他有異攻射程優勢 打騎兵正是綽綽有餘了 好 這個爆戰 欸 結果巴拉斯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echester拿下比賽勝利 有點突然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是有硬家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如果贏了大約2000多 黃金大概4000左右 石頭大概贏了2000喔 最後還獲得了三勝物喔 那硬家在這個阿拉伯地圖裡面來說 我一直覺得他真的是最頂級的那種 沒有T1也有T0 所以硬家人 如果是大家喜歡打阿拉伯的話 硬家真的可以練一下這個資源 爆兵喔 都是非常舒服的 雖然沒有騎士 但是老鷹喔 到後期還是很快可以高速成型 要去防守或是進攻 都是很好用的一個單位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